哦 這是真的警察 警視庭就是警察局的 警察 他就說在等朋友 你包在這賣了 然後記錄你看你的身份 再有什麼樣子 那走吧 走過來這一點而已 就說一下他吧 哦 那全部都秒說散了 我們今天呢要帶大家去大酒堡公園散步 就純粹是散步 來到大酒堡公園有兩個方式 一個方式呢就是到大酒堡站 另外一個方式呢就是到新宿站 那你要到新宿站 要到大酒堡站都可以 走路的距離大概相差大概2分鐘左右 新宿車站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 這個車站很厲害 新宿車站是全世界最大的車站 這個車站總共有12條電車路線 36個櫃台 200個出口 每人通勤使用的旅客啊 高達360萬人啊 360萬是什麼概念啊 就是比一個台北市人口還多 比吉隆坡人口還多 這個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新宿車站走到大酒堡公園這裡 大概要10分鐘 大酒堡車站走過來呢 大概是8分鐘左右 說一下東京好了 東京一個上班族啊 算不錯的工作 大概月薪是30萬日幣 扣掉稅啊 那些家家撿起來之後是 25萬 25萬是多少錢呢 大家看這裡 如果你和吉隆坡比起來 當然是吉隆坡貴很多啊 就是8千多塊馬幣 那5萬出頭的台幣 其實在台北 你很多東西都做不到 如果你是25萬的日幣 你扣掉你每個月房租6到8萬 其實你生活還是比台北來得容易的 可是交通費是比台北貴一點點啊 我也不知道 這次來的時候我才發現 原來台北生活這麼不容易啊 台北居大不易啊 這裡走過去呢就是 大酒堡公園啊 等一下我們就去散步散步 看看有什麼東西會發生 大酒堡公園呢 那基本上他們的站壁啊 大概就是在這個籃球場的左邊跟右邊 呃 因為現在來得有點早啊 5點半 據說大概是晚上7點左右才比較人多 所以現在看起來尷尬 不過人現在男生也蠻多啊 我覺得這裡比較過分的一點啊 前面這個是醫院來的 他們就直接在醫院門口啊 直接這樣站著 拉客 這樣對咩 哦他們就是如果不喜歡可以拒絕 對 你看你看你看看 你看看看看 你看看我老婆過來 那泡泡玉可以接嗎 不能就是 泡泡玉就不能拒絕 這是他的工作 哦 現在女生比較多了 大概有20位 然後這裡呢 中間那個是沒有戴口罩的 然後那邊有四個高東生 我覺得高東生應該不能碰吧 碰是危險 結束之後抓緊要不是來 不給的話就報警 對對對 然後這個我覺得還是不錯的 可是戴口罩看不出來 然後門口有兩個是警衛吧 就是進出口的 畢竟這裡還是一個醫院 懶望的人很多 有些女生也是來這裡看 呵呵呵呵呵呵 蠻多日本女生還這裡 靠差 你看一邊 沒有啦 喔這是真的警察 他沒有轉過去啊 警示廳就是警察局的 他就說在等朋友 走過來這一點而已 全部都鳥獸散了 你要是來旅遊的或者非法的 在這站著 放在那裡 所以這個是正常的嗎 大哥問女孩多少錢 然後女孩說那個工棒 在疫情以前呢 這裡其實也是有的 然後也是有站接女的 只是他們可能就比較多是外國人 東南亞女生比較多 然後是在疫情的 在疫情的情況啊 然後因為很多女生啊 他們欠錢啊找不到工作啊 繳不住房租啊 還有一些是家暴啊 有些是單身媽媽 他們真的是經濟上很辛苦 然後很多人找不到工作 就在這種情況下 越來越多人來這裡 真正比較多報導是大概 2020年下半年的時候 那時候大概只有十幾個人 然後現在呢大概有報導是講啊 他們大概有六七十個女生 可是不可能有這麼多 如果有六七十個女生的話 早就上新聞 而且日本政府是比較愛面子的 他們會一直來驅趕 如果你到晚一點的時候呢 大概十點多 他們可能就有警車來驅趕這些人 然後叫他們不要站在這裡 我們現在在的地方是 剛剛那是在對面兩個角落 基本上就繞著這個圓圈 繞著這個體育館為主 人咬 嚇死我 今晚打老虎就上UWIN 今天UWIN3準備了20碼幣的 FREE VOUCHER送給我們的粉絲們 想要領取非常簡單 只要在Google搜尋 UWIN3 完成住這時候呢 在EWOLLE的介面 輸入PIRTY33的FREE VOUCHER CORD 就可以免費領取啦 說讓有限 大家行動要快 你們打老虎 就上UWIN 你們現在看到這個影片啊 不是我拍的啊 可是內容是我寫的 這些排隊整齊的美少女啊 有些是有戴口罩 有些是沒有戴 我看了一些日本YouTuber的影片啊 他們有說他們站在這裡啊 大部分啊 都是因為喜歡去牛郎店啊 然後想要賺錢給這些牛郎 才會站在這裡 等別人約 可是也有一些YouTuber是講啊 他們真的 蠻多是很辛苦的 有些是單親媽媽 有些是家裡生病之類的 現在日本兼職啊 類似你去7-11啊 或者是烤肉店打工的話 實行大概是一千兩百塊 如果努力工作一天啊 大概可以賺到一萬塊 據說這些少女站在路邊等人家約啊 供定價大概是一萬五到兩萬塊日幣 我就有看到有一個少女啊 她從酒店出來 站著大概不到兩分鐘 然後又回去工作了 又有人約她了 其實這個市場是很現實的 只要你夠漂亮 只要你的身材夠好 你的條件夠好 其實你就不擔心 沒有人找你 說回這個收入啊 如果你一天有兩三次工作機會的話 很有可能就可以拿到六到八萬 而且這些都是他們自己收的 不需要給店家或者經紀人抽成 當然有一部分原因啊 是因為日本對於風俗文化是比較開放的 有一個說法啊 就是日本的女性啊 至少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啊 這輩子啊 曾經過去或者現在 都在從事風俗行業 我是覺得這個數字有點誇張啦 當你們情投意合的時候啊 還是需要去找附近的終點房 這個終點房 大概是三千到四千元日幣 當然都是由男生負責啦 所以不要傻傻的以為只是一萬五到兩萬 還有其他你沒有看到的費用 如果你要在那裡找到少女 基本上需要三個條件 第一個 年紀不能太大 我真的發現啊 年紀大基本上都會打強 第二個就是你的穿著啦 穿著他們真的很重視 這個也很合理啦 就是他們比較偏好那種穿西裝啊 乾淨的人 第三個啊 也就最後一個就是 你的殺價不能太誇張啦 基本上價錢就是一萬五到兩萬五之間啊 低於一萬五就真的有點過分啊 我也看到的就是有些女生啊 和一個男生 聊聊聊聊了15分鐘喔 聊完之後男生就走掉了 看不太懂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 大家還是可以去看看的 我覺得整體來講呢 蠻特別的 首先他在東京有這樣的地方 然後警察來也不會趕走他們 口頭警告耶 然後第三呢就是 客人很多 女生很少 這個是很特別的 大概有30個女生 然後因為這個時間點現在是7點 那我相信大概9點10點可能人會更多 可是我又不想要晚上拍 所以大家可以來看看 然後你講說 路邊觀光看的人呢 大概我覺得200位有 所以就200位看的人 30個女生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奇怪的比例 我覺得大家可以來看看啦 因為很多人來東京旅遊都會去隔五季町嘛 然後可以繞過來看一下 我覺得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據說東京的警示廳打算要清掃這裡 所以 嗯 早點來吧 早點來很特別 最後呢我覺得是這樣就是 他跟泡泡玉的差別是首先 日文的部分 完全不會日文也不會跟他們溝通的話 其實是蠻難的一件事情 因為 就是什麼一發兩發 還是過夜還是什麼 你是完全要講日文 那如果你不會日文就很難 那如果你在泡泡玉的話 基本上就幫你解決完了 如果可以接到外國人 雖然他們開的是一萬五到兩萬 可是我覺得你在把房間加進去 因為你是外國人再加進去的話 可能三萬左右吧 那如果你去泡泡玉八萬 還是差一倍啦 可是泡泡玉就 地點安全 然後溝通容易 什麼東西都做得很好 相信這裡的 課程內容不會太好啦 那如果這裡泡泡玉是兩個小時八萬嘛 然後這裡如果兩個小時 也不知道會多少錢 可能你三萬三萬加起來就六萬嘛 可能五六萬 可是還是不一樣 還是不一樣 這裡服務不會很好 課程內容不會很好 不是服務 那泡泡玉就簡單啦 泡泡玉就簡單 好那今天非常開心 介紹 不是介紹 我們在東京大九寶公園散步 完成 OK 一樣啦 東京的影片還有一些 大家記得留守關注 訂閱打開小鈴鐺 那今天影片到這裡為止 喜歡這個影片在YouTube 可以看到點贊訂閱 打開小鈴鐺 再廢速的話 幫分享出去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拜拜